对南米酒的白生 设认真一摆台湾的手朴头 在台湾有没有救浪民来导致财政 法律人严格受业者 导致开派专台上台的手朴头管工浪党 11公斤的手朴头 从专门采用尤其材败 也开发出这么多款的产品 尤其除了可以跟浪党来采购 也可以在港党来 了解手朴头的相关定性 以及产品的生产 还有第二关 可以说是有党算还有党吃 哇好甜哦 很饭很吃 一般叫做手朴头的甲鲍鲍鲍 煮米是特别甜米 采下来马上吃的加法果 第一次 感觉怎么样 很新鲜而且 不会像我们有时候买的 可能就是它会 过了两三天 然后它会有点点软度 脆脆的很好吃 这个其实很多品种 什么阿根廷 什么福钢 对 这全部都是巴西的品种 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 原生种 因为它的树型漂亮 对 它的树型 你看每颗树型的 而且它的叶子 不会很大叶 有些福钢的叶子很大 来到这有十二公庆 兴致的手朴头高峰 要专人都能解释 和UK对这来自南米酒的加报告 有真一般的认识 它了解 专台上大手朴头观光榮中 整了中青春的高秋 不仅手朗 甚至都已经有五六十年 真是开会结果的规则 是UK可以提案万个 行办行吃最好的时间 认识就没有那么多 你今天在这边认识了 许夫妇 很有趣啊 能够来到加报园 能够采果 觉得说放松清醒 来到果园里面 走手 然后又可以采果 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比较少像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农场 可以做这样子的体验 那来这边去进来的时候 就会闻到那种真正的香气 好像它的整个花开得很满的时候 味道就很香 榮中主人表示 今年因为冬天气候 比较稍微的影响 会期有更慢一些 但也因此处会 就鼓励过年大出 提供UK在过年到期中 一个万个体验的好机会 今年因为气候比较偏暖 所以我们其实这开花的 这个时序是没有错 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慢 而且它的花会更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整棵树 几乎都全部开花开完成 彩果期就是从12月到隔年的4月底 到最晚到5月5号 就整个这个彩果期就全部结束 成熟就是这样葡萄的颜色一样 那吃起来的米 里面的果味就是有点像塞煮的味道 除了高峰可以万个以外 也有观光工厅 和UK进一步了解出不到的得性 也有相关産品的生産过程 可以说是一个减股地性 和出头很好的路由行程 记者王家上彩虹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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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